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需要再补充一名内线 相比一年前 霍华德又老了一岁 下赛季为36岁 霍华德的体能不支持他打太长的时间 另外 霍华德也容易陷入犯规麻烦 人要另寻中锋 目标主要有两人 小乔丹和阿德 小乔丹已经确定会被篮网买断 双方正在协商买断金额 小乔丹被纳什记用 并非完全的能力问题 上赛季被篮网记用前 小乔丹场均7.5分 7.5篮板 1.6助攻 1.1盖帽 投篮命中率高达76% 据统计 小乔丹上赛季的投篮命中率 高居丹赛季投篮命中率榜历史第一 小乔丹之所以被篮网记用 是因为纳什认为其不符合自己的战术理念 在纳什的战术理念里 中锋也要能推快攻 投三分球 所以 格里芬得到了纳什的重用 相比小乔丹 忽然更想要的是阿德 据篮网记者Binley Reinhard报道 阿德正在争取医疗许可的通过 过去几周里 阿德与多支球队进行了见面 并接受了视讯 上赛季退役前 阿德在篮网表现非常好 场均能达到12.8分 4.8篮板 2.6助攻 2.2盖帽 投篮命中率52% 三分球命中率80% 阿德既有防守又有三分球 是小球时代最吃香的内线 胡仁现在还有两个签约名额 如果小加索尔离开 那就是三个 只要小乔丹和阿德愿意 他们可以把两人都给签了 除了在自由市场上寻找中锋 胡仁还酝酿通过交易升级后违线 拉文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自己签约了Clush Sports经济公司 这被认为是他加盟胡仁的第一步 拉文与公牛的合同只剩最后一年 在接受采访时他透露 自己想和詹姆斯一起打球 另外 拉文是洛杉矶人 胡仁暂时是不可能得到拉文的 但等到11月初霍顿塔克和纳恩解除了交易限制 他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想一想了 NBA评论员徐静宇认为 胡仁三年3200万须约霍顿塔克的行为 就是为了赛季中的交易补强做准备 业内人士分析 根据薪资配评规则 胡仁想要得到拉文 不仅需要送出霍顿塔克 还需要送出纳恩 另外 要想促成此交易 他们还需要补贴给公牛三个次轮签 在微少的交易中 胡仁得到了三个次轮签 合计五换一 双赢 报六换一地震级交易方案 利拉德联手恩彼得 东部格局突变 即拒绝参加76人赛季前训练营后 西蒙斯昨夜正式向76人坦白 明确表态不愿再为76人打球 并希望能在新赛季开始前被交易出去 西蒙斯的经纪人李奇保罗也在一旁山峰点火 希望旗下的另一名球员马克希 能和西蒙斯同时离开76人 关于西蒙斯未能参加球队训练营仪式 76人管理层目前陷入两难 不罚款难以服众 以后队伍不好带 痛下杀手罚款 又怕得罪李奇保罗 因为李奇保罗所属经济公司旗下 有76人想要签约的自由球员 76人上赛季结束 就把西蒙斯摆上交易桌 结果由于索要过高的筹码 不但无人问津 还彻底惹恼了西蒙斯 让西蒙斯感觉自己像被球队抛弃了一样 管理层这种愚蠢的操作行为 导致了球队现如今 在西蒙斯交易或修复关系 这两件事上都骑虎难下 据悉 目前联盟里对西蒙斯有一项的球队 共有三只 国王 勇士 森林郎 其中 国王和森林郎最为积极活跃 而勇士除了筹码不足外 球队内部对西蒙斯与球队间的化学晚应 产生了较大分歧 有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认为西蒙斯和追梦格林 这两名投篮方面均有相当大不足的球员 如果同时出现在场上 会对球队的进攻造成伤害 也有部分人对交易来 西蒙斯持开放态度 认为西蒙斯是一名优秀的防守球员 如果和追梦格林同时在场 勇士的防守能力将大大增强 会增加很多防守反击快攻的机会 好事的美国媒体可不管那么多 赛季前风平浪静 对于媒体人来说 也许真的太过煎熬了吧 于是乎 美国权威媒体在昨夜 罗列出新赛季开始前 最有可能达成的三笔潜在交易 坎球爷这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第一笔潜在交易 已经在坊间传闻了许久 勇士六换一交易奇才的比尔 勇士送出库明家 维京斯穆迪 外加2022 2026两个手轮签 以及2023的手轮互换权 坎球爷在先前的视频里 也曾经分析过 虽然交易来比尔的目的是为了暂时顶替 赫莱汤姆森 汤神要等到圣诞大战时才能复出 但勇士在交易中 需要把球队未来的希望全搭上 明显不可算 第二个前代交易 发生在76人和开拓者身上 76人送出西蒙斯 马克西 塞博尔 和2022 2024两个手轮签 得到开拓者球星 利拉德 这是76人 梦寐以求的交易 既送走的西蒙斯 又得到一名全明星级别球员 球队瞬间就能成为夺冠大热门 虽然利拉德日前回应网友提问时表示 下赛季愿意留在开拓者 但关于未来 利拉德却三见几口 不愿给出更多的承诺 如果76人 再多拿出两三个手轮签 难保开拓者管理层不行动 反正76人 未来三到五年内 手轮签的位置 肯定都比较靠红 不如我一把大的 第三笔潜在交易的双方 是国王和猛龙 国王送出西尔德·巴格丽 2022年首轮签 2023年次轮签 得到猛龙的西亚卡姆 西亚卡姆自从小卡离开后 就被扶正为球队老大 只可惜表现差强人意 饱受诟病 虽然得到猛龙管理层 暂时不交易的承诺 可这样的承诺又有什么用呢 作为球队老大 居然球队选择随时可以交易 留下来还得球队点头 这老大当得也太寒颤了吧 而国王新在即 则继续围绕哈利伯顿和福克斯减队 希尔德明显没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国王再增加点筹码 两队之间完成交易的可能性颇高 每枚列出的三笔潜在交易 就第三笔比较容易达成 前两笔在坎秋夜看来 无疑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胡人在金晨正式官宣龙多加盟 并筛出了龙多的签约照 新赛季龙之导将告别9号球1 改穿4号球1 龙多此次回到胡人 给自己设定了两个小目标 帮助球队和老瞻 再拿到一座总冠军奖杯 以及参加冠军庆典游行 看来龙之导 正是看了上赛季 雄鹿夺冠时 字母各的绕城游行 有感而发 由于可能买断 小加索尔剩余的合同 因此胡人 即便龙多回归 也还有三个 补强的名额可以操作 米尔萨普 布拉德利 恩尼斯 雷迪克 小乔丹 勒弗 都在胡人的考察名单之中 这其中 前四人是自由球员 或两人需等待各自球队买断 如果小加索尔离开 胡人就只剩霍华德 一名中锋可用 难以应付漫长的赛季 因此 补强球队内线实力 就成为了总经理佩林卡 近期的重点工作 胡人还会在转回市场上 知道怎样的动静 坎球爷和小伙伴们 也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精彩内容 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坎球爷 咱们下期再见